好 在今年应该也可以吃到比较便宜一点点的乌鱼籽了 因为受到了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冬至前后十天以来 北部南下的南方澳渔船还有在地的渔民山板 就在冬时外散顶中捕获了超过五万尾的乌鱼 那么这个渔获量堪称是近十年的新高 因为这乌鱼季节呢已经将近尾声了 母乌鱼呢每公斤拍卖的价格高达有四百块钱 公乌鱼呢也有两百块钱的水准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年节的旺季 乌鱼是国人送礼的首选了 那么获利可欺 所以现在渔民是个个笑呵呵了